诶 你见过专门给老人住的地下室公寓吗 就在我脚下 一会儿我告诉你们这里通向哪里 这个地下室公寓是我爸爸专门给奶奶来的 不想送她去养老院 住这里方便养老 这是厨房 这里有个洗碗机 这里是烤箱 这里还有一个冰箱 还有这个桌子是我爸自己做的 用力整块来打理石 这个东西估计也是我爸爸自己剪的 可能有一百年的历史 你们只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这里有一个整个桌子 让老婆直接进入房间 但是她有很多朋友 她也需要一个私人的桌子 然后我们认识到这里有一个整个的一线 这是客厅 这个时候也是我爸自己做的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给她这个赞 一般这种地下室公寓没有花园 但是我老爸当时还给我奶奶设计了这个花园阳台 现在我妈在这里种花 这是卧室 我觉得和中国很不远 在中国住地下室是不是 感觉很不好 但是在德国有很多人这样住 在德国有很多人这样住 你们看到阿富的视频吧 不需要上下楼 推开门就可以到小花园里 种种菜啊 养养花 在德国的房子里 很多有这么一个秘密房间 叫爱里格伯农 因为这个地下室公寓和老爸的房子是独立的 都有自己的门 这是一个小洗衣房 这是一个洗衣机 还有一个红干机 这是我们刚才在楼上看到那个王子 就是一个通风景 你不想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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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在那一刻 但是那些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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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那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看 它是一切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